韩生指数现在属于一个剑拔弩张的一个境地 17000点是肯定会破的 然后破大成交破17000点以后 应该还有至少1000点的路程可以走 主要是由于现在香港市场上的资金非常的充足 很多投资投资者是有一个追求一个高的一个投资回报的一个情况 所以很多资金会流入股票市场 从技术面来看保利加通道是巨幅的扩升 上升通道也被突破 在大成交的情况下 这样一个走势 接下来很有可能是伴随着急速的继续上扬 这个月来说 韩生指数的波幅会继续扩大 基本上在现在这个情况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向好的一个情形 那但是有需要留意的就是 基本面上其实很多客观因素并不是很支持 主要是由于环球经济的复苏 没有明显的一些数据的支持 而热钱涌入的话是一个草卖的热点 但并不是一个能中长线支持股市的一个基本因素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将来会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地产行业零售行业 还有银行在09年继续公布的一些半年报 如果还是显示的一个比较疲软的情况下 那现在恒生指数所站在的这个位置上来说 这个市盈率来说就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溢价在里面 谢谢观看